近期钢材市场回暖 一些钢厂订单量明显增加 上半年全国钢材产量同比增长2.7% 哪些需求在拉动 面向高质量发展 企业如何练好内功 央视财经评论稍后开评 晚上好 欢迎大家收看 由中国有证储蓄银行 独家冠名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主持人张琳 今天我们来关注近期 持续回暖的钢材市场 两位嘉宾分别是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总设计师 管志杰和央视财经评论员刘哥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演播间 那今年以来呢 我们国家的钢铁市场的波动 是比较大的 在经过了一季度的低迷期之后 二季度以来需求在逐渐恢复 尤其是最近两个月 大家看到可以说是 全线的钢材的品种 都进入了一个价格的上涨通道 而我们的记者呢 最近在山东发现 一些钢厂的订单量是增加明显 甚至还出现了排队提货的情况 我们先来看一看现场的情况 晚上十点 在山东省济南市来吴区的一家钢厂门口 马路两边停放着几十辆货车 这些货车等待的 都是最近两天内生产出来的 不锈钢板和热炸卷板 我们等了一个多小时 今天还是很充分的 每天大概出货出货 每天就在一万五到两万之间 王永胜介绍 今年以来 他们企业基本一直处于 满负荷生产的状态 三月份的时候 钢厂的库存达到了二十多万吨 创出了近几年新高 从五六月份开始 全国的钢材需求开始恢复 他们企业的钢材库存 也开始逐步消化 一季度有部分库存增加 在二季度经过三个月的消化 现在基本上就 每大有库存 一天的产量 一万五千吨左右 数据显示 六月份 全国钢材产量为 一亿一千五百八十五万吨 同比增长百分之七点五 粗钢表观消费量 九千零三十一万吨 同比增长百分之八点六 从下游用钢行业的情况看 与一季度相比 二季度房地产新开工施工面积 汽车产量 船舶产量 分别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五点八 百分之八十七点一 百分之五十五点九 有力支撑了钢铁产业 应该说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 对于钢铁的下游行业的影响 还是不小的 那钢材的需求 在短时间内迅速地减少 数据显示 第一季度钢材的需求量 同比是下降了百分之十七 而与此同时 我们看到其实春节后 钢材的价格也进入了一个 明显的下跌的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现在像我们记者 刚才拍到的 已经有排队提货的现象了 而最近两个月 所有的这个价格 也是在一个上涨的通道 管老师是不是说明 现在供需情况 已经发生了一个 很明显的改变 应该说是这样的 那么根据我们的理解 那么从二季度开始 随着我们国家 六稳六保政策的落地实施 以及我们两重一新 重大项目的开工建设 包括我们国内循环 和国际国内双循环 这种格局的支撑下 那么我们刚才消费 应该说在二季度 出现了明显的回暖 那么这个回暖 主要表现在 它的消费量 是比已经达到了 去年同期的一个水平 所以可以说 这个市场真正已经开始 进入到了一个回暖的通道了 对 是 国内的需求 总体的复苏 所以导致 刚才的市场的活跃 这以前经常我们会遇到 刚才的价格 比如在什么时候 大量上涨 但是通常情况下的 那种上涨的 都是由基本建设 来引发的 以前好几个周期都是这样 所以你看到的是 什么县材 楼纹钢这些 涨得很快 但这回的话 你看到 我看了一下一个数据 就是说产能利用率 就是几种刚才 常用的刚才的产用利用率 就是较低的两种 一个是冷闸缸 冷闸卷 那个主要是 在汽车上面用的非常多 另外就是县材 就是建筑上用的多 就这两种的相对 它的产能利用率 比较低一些 然后其他的一些 什么热闸卷 中厚版 那个就是说 使用范围非常广的 在机械上 在基本建设上面 在交通工具上面 等等 都使用比较广泛的 这些钢材 它的产能利用率 都比较高 都达到80%以上 所以就是说 它看来的话 就是这种对于钢材的需求 它不是由某一些 这个行业所引起的 而是说有比较广泛的 普遍的这样的一种 钢材的下游需求 所引起的 你说到了一个 特别重要的原因 是这个国内需求 我们也看到有数据显示 上半年全国的粗钢产量 是达到了49901万吨 同比增长了1.4% 累计出口钢材 是2870.4万吨 同比下降了16.5% 累计进口钢材 是734.3万吨 同比是增长了26.1% 所以可以看出 广老师 这个国内的需求的拉动 是不是这次我们促进 整个市场回暖的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对 应该说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从数据上 也可以看出来 那么上半年 我们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 达到了28万以上 同比增长 下降了是3.1% 虽说是下降了 但是它的增幅 是比一度是大幅收窄 我印象中 应该是收窄了13个百分点 那么为什么说 固定资产投资 因为我们钢铁行业的消费 它是应用到各个领域的 既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 建筑领域 还包括我们机械 汽车 家电 造船 机装箱 等等各个领域 那么这些领域 它都跟投资 是紧密相关的 那么投资 在大幅收窄 就说明这个需求上来了 这是第一个数据 第二个 跟各位也是探讨一下 就是我们一些 主要的下游行业 你比如我们刚才说的建筑 建筑我们施工面积 在二季度是大幅增长的 然后还说我们这个房地产 比如我们的房地产投资 应该说上半年是 应该是6.28万亿元 那么这个是同比增长了一斗 那么在一到五月份的时候 还是同比下降的 应该说六月份 这一个月就把一到五月份的 同比增幅给拉正 应该说这个是一个 拉动的一个比较大的方面 因为房地产行业 是我们刚才消费的一个重要领域 它的量还是比较大的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一些制造业 比如我们这个造船行业 比如我们这个汽车行业 还有机械 虽说我们现在这个产量 或者是工业增加值 都是下降的 但是它比一度 甚至是比一到五月份 都是大幅收窄的 那么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我们的需求 是在快速地恢复 就在刚才我说的 就是在六文六保的政策拉动下 包括我们这些重大的基础设施 这个新型机械 新型纯粘化拉动下 已经快速地回升 刚才就像您说的 已经实现了二季度的回暖 那么我们判断的 上半年的刚才需求量 或者叫消费量呢 应该达到了去年同期水平 一个非常高的高位 因为各位可能也都知道 去年的刚才消费量 是我们在往前的历史上 消费量是最高的一个峰值 所以说它的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个回暖 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回暖 它甚至还出现了一个 更加积极的一个信号 对 也可以这么说 那我其实也看到数据 就是您刚才说的 下游的这个拉动 下游的用钢的行业情况来看 和一季度相比 二季度的房地产 新开工实施面积 汽车产量 还有船舶的产量 是分别增长了 145.8% 87.1%和55.9% 都是有力地支撑了 整个刚才的这样一个 消费需求的增长 这个现在进口量 也增长得非常多 尤其是7月份 那么现在1到7月份 总的这个钢材的 这种进口量的话 增长了40%多 对 那么就是而且这40%多 大部分都是发生在7月份 也就是说上个月 就是说有大量的 由于我们周边一些国家 它的对于钢材的 这种需求量下降 所以的话它有大量的钢材 它的价格还相对有 比较有竞争力的 都进入到国内 但是我们也看到 有一种说法 市场上有一种声音说 整个的需求 已经在二季度释放完毕了 所以虽然说 现在恢复到了去年 上半年的这样一个 同期的水平 但是大家对接下来的趋势 可能还是有点 不是那么的积极的态度 您会怎么看 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国内的刚才消费 有60%左右 是跟我们大的基建行业 是相关的 那么大基建包括哪些 包括我们说的铁工机 铁路公路技术设施 还包括我们市政建设 还包括我们矿山的开采 还包括我们房地产 以及工业厂房 应该说这些领域 应该都是比较大的 而且这些技术设施项目 或者这些大建筑项目 它不是在一个短时间 那你就能完成的 不会说在一季度 甚至说半年都能完成 各位也都知道 大型技术设施 有的是跨年度的 甚至是两年 可能更长 所以说我认为 这个消费 它会是有一个持续性的 不会说在二季度 就释放完了 三季度会很差 那么这是大建筑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的一些下游行业 比如我们的汽车 比如我们的造船 机械 汽车的消费 最近的数据 也是显示在 开始有一个很大的回升 对对对 咱们新出来的 这个7月份的数据 汽车的单月的产量 应该是220万辆 那么这个同比的增幅 超过了20% 就是说今年 你看一个月的增幅 比去年同月的增长 这么大一个幅度 那我觉得应该说明 这个的 它的恢复的力度 是非常强的 后续呢 我认为 不一定能持续 这么高的增速 但是它肯定还是增长的 所以这个价格的上涨通道 应该还会持续 管先生说的呢 都是一些相对比较传统的 一些行业 现在呢 其实还有一些新的地方呢 它支持这个钢铁的使用 比如说老旧小区的改造 有人计算过 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没有电梯的老旧小区 全部装上电梯的话呢 那就要至少需要200万部 那么还有这个立体停车场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设施 它对钢铁的总的需求 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个由于现在呢 这个需求复苏 所以呢导致我们现在的库存呢 下降的比较多 但是呢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由于对于中国的 对于钢铁的需求 这样一个预期呢 现在那个铁矿石的价格 抬得很高 因为所以之前呢 大家说全世界的需求都比较低 所以铁矿石的价格呢 也比较低 但是现在呢 这个价格也突然上下来 所以的话 这对于这些钢铁企业来说 如果上游涨价以后呢 就是说 现在呢生产产能呢 还有一些富裕 也就是这些产能都用上了以后 那是不是价格可以上涨 是不是这些钢铁企业 就自然而然能够获得很高的利润 这个还很难说 还逼定 还很难说 就是对于很多钢铁企业来说 仍然还是需要 你通过自己的管理水平 通过自己的企业的运转的话呢 能够获得自己的利润 因为现在呢 就是说上游的这种涨价的 这种趋势的话 它还是非常的明显 包括费钢啊 涨得比铁矿石还更多 所以这也是我们接下来 想要探讨的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这个市场回暖了 日子好过了 但是钢铁企业 接下来怎么来发展呢 那我们先来连线一下 正在日本东京的 我们财经频道的特约记者王翔 因为我们知道 日本呢 也是全球主要的钢铁生产国之一 那王翔 在你看来 他们现在面临的主要的挑战 都有哪些 又是怎么样来进行一个 体制增效的 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好的 赵琳 两位嘉宾晚上好 那么整体来说呢 日本的钢铁行业 最近几年的日子并不好过 因为日本钢铁 它的需求呢 主要是来自三个方面 建筑业 制造业和海外需求 但是呢 现在都面临着挑战 首先呢 是这个勺子老龄化 导致日本国内的建筑业需求下滑 其次呢 日本制造业 在向海外转移的过程中呢 相当一部分钢铁的需求呢 也同时转移到了海外 那么在出口方面呢 随着海外厂商的 这种不断的发展呢 日本钢铁 遇到了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 这些挑战给日本钢铁行业呢 带来了产能过剩的结构性问题 那么根据报道呢 日本钢铁产能比实际的需求呢 多出了大约三成 那么今年年初以来呢 日本钢铁巨头就相继公布了 削减产能的计划 其中呢 由这个新日铁和铸有金属 合并而成的 日本最大的钢铁企业 日本制铁呢就宣布 将陆续关停四座高炉 削减该公司10%的出钢产能 那么在淘汰老化设备 和落后产能的同时呢 日本钢铁行业 把发展的这个重点呢 是聚焦到了高附加值的领域 强化了面向汽车 机械 那么这样一些 高端制造业的特殊钢业务上面 那么在日本的这个钢材产量里面呢 实际上这个特殊钢的比例 是在逐年上升的 目前呢已经是超过了20% 所以呢 减量和提质就共同构成了 日本钢铁行业结构改革的两个方面 那么虽然日本的这个钢铁企业 目前在特殊钢等等 这些高端产品方面呢 还是保持着比较大的优势 不过呢也开始面临新的竞争 日本媒体最近呢就报道 丰田汽车就将首次在车辆中 采用中国厂商生产的高性能钢材 那么这种被称作电磁钢板的钢材呢 它需要比较高的这个生产技术 之前呢主要是从日本企业进行采购 那么相关报道呢还提到 丰田方面的这个负责人呢 评价中国的这个钢材质量呢 不比日本差 那么这也反映了中国钢铁行业 正在逐步向高端领域进军 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东京了解到的情况 张玲 好 谢谢王强给我们带来的介绍 那我们也知道国内的这个钢铁行业 从前几年去库存去产能调节告 到现在我们看到 像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转型的过程中 疫情肯定是一个突兀其来的 这样一个挑战和压力啊 但是在所有的这些大背景之下 我们的钢铁企业接下来怎么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我认为呢提高我们企业的竞争力呢 应该要多错并举推动高质量发展 那么多错并举呢 我们总结了大概有这么几点 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认为 首先要降低我们的成本 就是要控制我们的成本 因为我们钢铁行业是一个长流程的行业 那么成本控制呢 应该说是一个永恒的一个主题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点呢 要提高我们的产业进入度 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钢铁行业呢 进入度是比较低的 长期小散弱 对对小散弱 我们这有个数据啊 这是2019年的时候 我们全国的钢铁前十家钢铁企业 占全行业的比例呢是36.8 那么这个比例呢 应该说是在国际上是比较低的 我们都知道一些发达国家 日本现在只剩下三家钢铁企业了 是是你像他的都八九十这么高了 像欧美日韩这四家呢 他们这四个的发达国家呢 他们前四家钢铁企业的这个量呢 基本上都占他国内这个总量的60%以上 应该说他们基础度很高的 所以这点上我们要做一些大量的工作 第三个呢就是要提高我们的资源保障 包括我们的铁矿石 包括我们的废钢 因为这个呢是我们生产的原料 而且我们国家是平矿国家 大量的铁矿石需要进口 那么未来的发展呢 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 第四点我觉得就是要做这个超级排放改造 因为各位也都能看到我们国家呢 现在正在力推钢铁行业的超级排放改造 而且呢我们行业已经有领先的企业 实现了这个目标 那么未来呢我们国家的政策 包括我们也都希望行业内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企业 能实现超级排放 这样呢对我们这个环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 另外呢我们还要做到的就是 我们要做智能制造 利用大数据5G结合起来 推动这个提高生产效率 效率效益的双提升 所以还有很多方面是需要去下功夫的 对 减排增效 我觉得主要核心就是这四个字 一方面的减排 就是说钢铁行业呢 大家都知道就是它传统上的 给我们留下的印象 就是一个傻大黑粗 就是一个高排放量的 但是呢现在很多企业已经有了改造 但是这个呢 现在要达到完全的达到国际水平的话 还有很多路上还是任重道远的 另外就是效益 刚才也说了集中度低 所以呢整体上尤其其很多钢铁行业呢 它的历史上包袱比较沉重 所以整体上呢它的效率不是特别高 所以这个的话呢 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这个行业的话呢 虽然现在已经有很大的进步 但还是需要有很沉重的 这样的一个改造的 和前进的这样的一种需求 没错 尤其我们现在说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正好是大家练内功的时候 好 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分析 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张琳 那我们看到呢 虽然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的钢铁市场出现了一个持续的回暖 但是呢 经过了突如其来疫情的影响之后呢 世界经济形势仍然是面临着很多的 不确定不稳定因素 所以我们的钢铁行业呢 也因此会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内外部的环境 但这恰恰对钢铁企业起出了更高的要求 那只有在变局中求发展 练好我们的内功 钢企才能真正把锦日子做成好日子 好了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演播室两位嘉宾的参与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其他精彩节目 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